陰沉的天氣可以說是近期本地足球 甚至整個香港的寫照 新型觀眾病毒肺炎持續擴散 二月份多場征賢杯分組賽 繼續疑師賽馬會香港足球總會 足球訓練中心這一度上演 白衣的東方龍CAA組綁手大戰硬撼結子 兩觀眾的佛球找到陳正軒 跟手艾華頓在左路吸回大位 再回給後上的敵高離脚重炮 被對方門將黃鎮龐撫出底線 淋一淋 精神一陣 東方後方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精 氣 神 球證吹罰沒有掙扎 輝蘭到佛球一抽掛網 不過是龍門後面那個而已 友情飲水飽 二月十四情人節 同班隊友在球場度過 男人的浪漫 葉蓬輝停賽 曾文輝換邊之後都不敢怠慢 雙龍出海化解危機 踢球和做節目一樣 無時無刻都要保持頭腦清醒 六號都很清楚 怎樣倒析對方入侵源頭 說的是東方六號 後防定海神針摘停風 身位絕不輸蝕比費難度 名副其實的六分球 兩隊慧爭唯一出線席位 可以說是打掉比 賭歌的洛迪古斯 就不只是拉傷小腿膝頭定大比 這個手勢有甚麼訴求都很明顯 傷了要退下火線 球場不時刮起大風 更意失離場區有距離 球員比賽練球共野一路 有喜事上來好而交叉感染 明白FTC這道比賽是非常時期的拳儀之計 但是10隊想搬回去 康民處正規球場踢球 都不是沒有道理的 入球和抗疫一樣趕時機 傑之割球 德股撲出不遠 輝蘭到市內溫度 接應基爾頓全中撞入 東方臨完牆前一分鐘被傑之絕殺 還要選兵折仗 貴宗加盟的盧卡斯 首次對著舊東加踢不到尾 保持兩黃一紅被逐 東方十人應戰下輸0比1 要爭決賽席位 只剩下數字上的機會了